妈妈,我能约小兔兔吗? 你绝对想不到 99%的人都曾经养过宠物 可当主人离开家之后 宠物会做什么呢? 这只小狗居然用打蛋器 给自己进行全身按摩 而这只肥猫 则打开冰箱 替主人尝尝鸡腿的味道 还有这只小鸟 打开笼头之后 开启风扇 然后对着电视 体验飞翔的感觉 你是不是没想到 当主人不在的时候 这一样 这些宠物居然这么会玩 唯独这只叫麦克的狗 他每天最爱做的事 就是等待主人的回来 而就在这天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居然带回来一只叫杜老大的胖狗 可到了晚上 杜老大圆形毕露 他不仅威胁麦克 还霸占了他的床 到了第二天 就连自己的狗粮也被杜老大抢走 为了赶走对方 麦克故意打醉家里的东西 因为主人知道 他是一只怪小懂事的狗 不会做这种事情 而这一切的结果 最终可能是杜老大来背锅 面对麦克的威胁 杜老大认输了 表示愿意当麦克的小弟 第一次当老大 这让麦克十分得意 可让麦克没想到的是 杜老大招住机会 直接拖着他 在街道上狂奔 杜老大直接把麦克 扔进了垃圾桶 可就在这时 麦克被一只野猫提了出来 杜老大警告他 不要多管闲事 结果下一秒 自己的狗牌被抢走了 杜老大准备给对方一个教训 可是没想到 对方居然召唤出了同伴 原来这里是流浪猫的地盘 看到这一幕 杜老大转身就跑 游到现场的麦克 现在只能在风中凌乱 看着凶残的野猫 麦克也想跑 结果 而就在这时 一只可爱的小猫 轻轻一划 就取下了他的狗牌 这时杜老大再次跑了回来 可他不是来救麦克的 杜老大和麦克 最终被堵住了去路 因为没有狗牌 被当成流浪狗抓了起来 就在他俩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只兔子拦住了去路 他虽然长得可爱 可却是附近复仇者联盟的老大 现在他们挟持汽车 准备救出被抓捕的动物 只见兔子跑进车厢 找到了被抓的小弟 下一秒 他居然把一根胡萝卜 啃成了钥匙 打开笼子 成功救出小弟 这一套操作 把同样被抓的杜大和麦克 看得一脸懵逼 为了让兔子救出自己 麦克撒谎自己也痛响了人类 希望能加入他们的帮派 就这样 兔子救下了他们 他叫小白 虽然是一只兔子 却拥有无数小弟追随 而就到今天 又有两位新成员 想要加入他们 入会仪式开始 就在这时 一直下了一只眼睛的毒蛇 钻了出来 而入会仪式 就是被毒蛇咬上一口 看到这一幕 麦克吓坏了 就这样 不顾麦克的反对 大家扛起麦克 就要举行入帮仪式 毒蛇张开锯口 准备给麦克来上一口 而就在这时 野猫军团来了 他揭穿了麦克他们 是宠物的身份 这让小白十分生气 抓住这男个家伙 所有小弟一拥完上 准备抓住他们 危机时刻 杜老大一口咬住了毒蛇的尾巴 最后毒蛇被甩了出去 缠在了柱子上 毒蛇想咬麦克 可突然一个石头掉了下来 麦克解释 这只是一个意外 看到好兄弟死了 小白哭得十分伤心 不过你们觉得小白可爱吗 觉得可爱的扣一 抓住他们 随着老大一声令下 所有小弟都准备动手 可是最终 还是没有追上他们 麦克和杜老大同下水道 来到了海上 并且爬上了一艘船 而小白他们 则被下水道堵住去路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逃走 而另一边 麦克的女友啾啾 发现男友失踪了 于是便找来朋友 准备去寻找麦克 通过招来的流浪猫 他们得知麦克曾去过 复仇者联盟 于是啾啾便和朋友们 一起来到了小白的基地 而就在这时 小白正在给毒蛇举办葬礼 为了给毒蛇报仇 小白还制定了复仇计划 听到是麦克弄死了毒蛇 啾啾立马站了出来 说自己是麦克的女朋友 抓住他们 他忙着喂 大家赶紧逃跑 最终 大家顺利逃走 只有迷路的汤鼠 又跑了回去 而另一边 麦克和杜老大 居然来到了一家香肠工厂 在这里 他们实现了香肠自由 想怎么吃 就怎么吃 两人吃饱喝多之后 准备回家 结果就遇到了抓狗的工作人员 为了救下麦克 杜老大直接扑了上去 麦克逃跑了 而杜老大却被抓走了 看到汽车开走 麦克准备救出杜老大 于是待后面紧追不死 而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一只狗跑了过去 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麦克 就这样 他们追着狗 狗追着车 这是一个急刹车 他们直接撞了上去 小白二话没说 上去就是一套闪电五连边 自己的两个手下 居然被车上的工作人员抓走了 一兔一狗 现在握手言和 准备联手救出朋友 他们开着不知道从哪里 抢来的公交车 小白负责方向盘 麦克负责加油 可就在这时 小白却突然送开方向盘 带上了安全带 下一秒 汽车就撞了上去 而另一边 麦克叼着已经晕了的小白 从车里跳了出来 结果却被小白的手下认为 麦克劫持了他们老大 于是 所有的动物都赶了过来 准备救下小白 他们根本不听麦克的解释 不及时刻 女友啾啾带着小伙伴赶到 直接赶晕了鳄鱼 为了保护男友 啾啾开起了暴走模式 没过多久 这些动物全被啾啾打倒在地 与此同时 小白的手下从车里逃了出来 此时的汽车随时都会掉进海里 如今时刻 麦克跳了下去 准备拿钥匙解救杜老大 结果玻璃破碎 差点掉了下去 麦克小心翼翼的爬了上来 成功拿到了钥匙 可是下一秒 汽车掉进了海里 而刚拿到的钥匙 也被冲了出去 飘到了海面上 为了救出杜老大 麦克用嘴咬 却怎么也咬不开 眼看他们就要葬身大海 小白却亲了一下舅舅之后 直接跳了下去 他把飘着的钥匙 直接扔向了麦克 终于他们打开铁笼 成功获救了 我真有 帅呆了 看到他们获救 所有的动物都开始欢呼起来 最后 这只猪开了一辆车 把大家都送回了家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你是不是也想养一只宠物呢 你绝对想不到 狗狗是如何带娃的 首先 他们会教宝宝如何吃饭 如何藏东西 还会帮助宝宝 休息走路 看宝宝一起玩耍 出门在外 也会时刻保护小主人的安全 看到小主人要捡 废弃的口香糖 麦克会及时阻止 误闯鸽子群 麦克也会非常警惕 他怕小主人受到伤害 就连打雷下雨 麦克都会趴在小主人的身边 就这样 小主人健康成长 而麦克却患上了焦虑症 于是主人便把麦克 带到了宠物医院 还给他带上了 独见的七尺大乳 喇叭圈 不到家伙的麦克 十分失落 而就在这时 杜老大告诉了他 一个好消息 全家要去农场度假 这可把兄弟俩高兴坏了 临走前 麦克还把鲜艳的玩具小蜜蜂 送给了女佣小美保管 就这样 一家人开心的出发了 到他们的地后 同一次出来旅游的杜老大 更是激动的不得了 这可把麦克 看得一脸懵逼 而杜老大玩得更嗨了 杜老大本想跟奶牛打招呼 就遭到了奶牛的嘲讽 在这里 也有十分凶残的动物 就这样 麦克被追了猪猪两公里 跑在农场管理员 鲁叔及时制止 到了晚上 狗公没被关带没外过夜 因为在乡下 狗公是用来看家护院的 但半夜可怕的声音 却把麦克吓傻了 然而这还没完 一只狐狸又惊上了他 眼看麦克小病就没了 危机关头 鲁叔再次出现 赶跑了狐狸 他把他的喇叭圈摘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 鲁叔就开始 井然有序的放牛了 看到这一幕 让杜老大十分崇拜 而就在这时 一头肥猪跑出了猪圈 麦克则认为 鲁叔能做的 自己也可以 于是 他试图把肥猪推回去 可肥猪一直在吃东西 根本不搭理他 麦克灵机一动 一口咬在了猪尾巴上 吃痛和肥猪 直接把麦克甩飞了出去 还撞坏了羊圈 羊群顺着缺口 全部跑了出来 虽然鲁叔及时赶到 拦住了羊群 可还是跑出了一只小羊 于是鲁叔就带着 召化炎圈的麦克 前去寻找 终于 他们在悬崖边 找到了小羊 可由于数字太细 根本支撑不住 鲁叔的重量 无奈的麦克 正好独自去救小羊 战功不过 就这样 麦克走上小树 在数字折断之前 成功救下了小羊 而就在这时 他脚下石头突然滑落 眼看就要掉下悬崖 不及时刻 鲁叔掉入项圈 将他救了上来 就这样 麦克也得到了 鲁叔的认可 而另一边 小美就遇到了麻烦 自从麦克走后 小美时刻保护着蜜蜂球 甚至幻想着 两人的美好生活 可突然蜜蜂球飞了出去 于是小美紧追不死 但还是掉进了邻居家 他来到邻居窗前 却发现房间里 只坐着一位老奶奶 他刚想去拿蜜蜂球 结果下一秒 原来是一群小猫 小美被吓得撒腿也就跑 为了拿回蜜蜂球 小美只能找到朋友 你绝对想不到 如果把一只狗狗变成猫咪 首先在尾巴上 套上白色的袜子 紧接着 再戴上毛耳发菇 可况模仿外形还不够 还要休息猫咪的天性 就是无论从多高的地方跳下 都是四脚着地 面对扔出去的弹力球 也要视而不见 因为高贵的猫咪 是从来不会自己捡东西的 就这样 经历完特训的小美 自信满满的来到猫窝 他一眼就看见了 国家上的蜜蜂球 可等他爬上来 秋花眼蜜蜂球 被猫王霸占了 小美北想悄悄的 拽出蜜蜂球 可是以保兴 惊醒了猫王 危机关头 同伴赶紧打开红外线 吸引住了他 反应过来的猫王 直接发动了群攻 就这样 小美成为了 这群猫的老大 也成功拿回了蜜蜂球 神猫万岁 而且在这时 人均小白打来电话 他遇到了麻烦 他曾经是让人 唯磨善胆的 黑帮老大 可现在 却变成了这样 原来 自从小白被受养后 就变得十分软萌 但他仍然有一颗 成为超级英雄的心 就在这天 一只小狗 前来寻求帮助 原来他和主人逛街时 危机发现了一只白虎 被卖到了马戏团 于是 他偷偷系下了车牌 希望小白 能够帮助自己 救出白虎 听到这个消息 小白二话没说 直接开着战车 来到了马戏团 随后 他们偷偷溜了进去 结果却看到 坏人正在臭打小虎 逼把小狗 从高台跳下去 小狗不配合 就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他安排四只恶狼 刺死看着他 这让小虎十分绝望 而就在这时 小华悄悄来到笼子前 想要救出小虎 可却被机敏的恶狼发现了 于是小华直接冲了上去 吸引恶狼的注意 小白他趁机打开笼子 突然 一只恶狼正开绳索 瞅瞅小白就追了过去 小白只能一路逃跑 只见他跳到了木马上 然后又跳到了转盘上 最后假扮成了玩偶 结果下一秒 小白只能继续逃跑 眼看小病就要没了 唯一关头 恶狼的锁链 卡在了椅子上 紧接着 安全带落下 恶狼直接被塑上了天 而此时 小华也成功拿到了钥匙 就这样 小伙被救了下来 可现在的问题是 这么大的老虎 应该安顿在哪里 突然小白灵机一动 迈克一家出去旅游了 可以先赞助在迈克家里 而另一边 换人也发现了 小虎已经逃走 于是派出恶狼 前去寻找 可爸爸没想到 当天晚上 迈克一家突然回来了 迈克回到家后 看到这一幕十分生气 而就到这时 马蟹团的恶狼 闻着气味追了上来 他们会杀掉小虎 一旁的迈克 得着小虎的遭遇后 也决定出手相助 于是 他独自面对恶狼 为小虎逃跑争取的时间 却不料被坏人 一脚踹进了地下室 而另一边 紧人准备从天台逃跑 可却遇到了 坏人的手下 绿毛猴 而此时 恶狼也爬上了天台 将小虎围在角落 坏人趁机对着小虎 打出一针麻醉剂 小虎想要阻止 可却连他一起被带走了 当迈克和小白赶到时 坏人已经离开了 紫家怎么办 小虎狗 紫家迈克一个微笑 下一秒 直接呼叫来了一辆战车 就这样 他们再次出发去拯救小虎 与此同时 他们也向小美请求了支援 收到消息的小美 直接让猫咪们 将猫粮全部藏了起来 随后端着空碗 来到了李奶奶面前 李奶奶看到这一幕 连忙去找食物 结果却发现 厨房已经空了 于是 李奶奶带上助听器 拿上钱包 然后带着猫咪们 去买食物 李奶奶启动汽车 直接冲动出去 就这样 猫咪大军也出发了 为了赶时间 猫咪们掌握住了方向盘 追着小白的定位 就追了上去 而另一边 可怜的小虎 被坏人遇上了火车 就在这时 小白和迈克及时赶到 延坛就要追到火车 结果下一秒 后来他们拼命奔跑 抓住了车尾 随后两人决定 分头行动 却不料 迈克被恶狼发现了 迈克被吓得撒腿就跑 与此同时 小白成功找到了小花 而绿帽猴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这小白不备 直接扔出了飞镖 小白也不甘示弱 两人按话没说 直接打了起来 然而猴子根本不是小白的对手 最后小白将猴子 塞进了大炮 另一边 迈克利用聪明和勇敢 也成功解决掉了恶狼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 干掉了坏人 就在要走的时候 坏人却掏出了枪 原来是小美她们及时赶到 随后她们坐上李奶奶的车 飞驰在城市中 故事的最后 李奶奶把小虎当成了大猫咪 也将她收养了 小妖拿出包包 拉开拉链 里面居然冒出三条小蛇 是妈妈见状 解开了二龙座椅 放走了鸟宝宝 一场史无前例的交易 就此完成了 就在不久前 小飞趁着爸爸不注意 偷偷抱走了三胞胎妹妹 将她们放在了木板上 然后和伙伴们 玩起了整流淡淡的游戏 下一秒 鸟蛋就被冲进了海里 为了把蛋蛋救回来 她们赶忙划船去追 在他们的努力下 终于冲上了鸟蛋 可是下一秒 小船突然开始上升 一只鲸鱼冒出了水面 紧接着 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直接把鸟蛋顶到了云朵上 看到这一幕 小飞快被急哭了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小伙伴突然有了主意 小黄抓住小粉的嘴巴 对着她疯狂吹气 为了防止漏气 小黄还利用海草 顺住了小粉的嘴巴 就这样 她们坐着小粉 朝着云都飘去 眼看就要抓到鸟蛋 但因为她们的手太短 只要与鸟蛋擦肩而过 看到这一幕 小绿赶忙想要放弃 结果海岛绑得太紧 并没有办法解开 就这样 小鸟鸟越飞越高 直接飘到了外太空 就在这时 一颗卫星从身边飞过 刚好弄断了海草 把小粉解开了嘴巴 结果下一秒 她们就会睡在着沙滩上 而鸟蛋也再次飞了出去 小鸟没见状 赶忙追了过去 为了拿回鸟蛋 小鸟妹也是豁出去了 直接把猫上一顿暴打 让她们出来后 现在还多了一件 蛇皮大衣 就这样 小鸟妹带着鸟蛋 趁着小船准备回家 可让她们上岸后 却直接傻一眼了 随后 在小猪们的帮助下 她们坐着飞艇 前往了鸟岛 可就在这时 一颗冰蛋与她们擦肩而过 直接袭向了猪猪岛 此时小鸟岛 也遭受了不明敌人的袭击 而这些冰蛋 正是从老鹰岛发射出来的 她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鹰岛的气候寒冷 生活环境非常恶劣 想要刷个牙 从头里全是冰块 想要洗个澡 喷出来的全是冰渣 而想要游一泳 只能靠自己幻想 就连吃饭都得凿半天 好不容易凿开表面的冰 还被海豹抢走了食物 冰女王终于受不了了 她绝对换个旁边生活 于是 她决定青菜小鸟岛和猪猪岛 然后再建造自己的乐园 而此时的两座小岛 自豪没有察觉到危险 一又和往常一样 互相恶恶的对方 觉得这时 一颗冰球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了小鸟岛上 可小鸟们并没在意 与此同时 猪猪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看到这一幕 肥猪国王察觉到了危险 立马派出无人机前去侦查 她传回来的消息 却让肥猪大吃一惊 她怎么都想不到 北方竟然还有一座鹰岛 并且鹰岛的女王 她要侵乱猪岛和鸟岛 为了对抗大敌 肥猪向小鸟岛 发出了修战书 导致这个消息后 小鸟们都非常开心 只有杰克陷入了恐慌中 她害怕没了战争 保命命就再也不需要她 她要得过回无人问津的日子 此时的杰克很失落 她希望杰克能摒弃先鞋 共同抵御敌人 导致这个消息后 杰克高兴坏了 他又能拯救世界当英雄了 在达成合作后 杰克决定组建突击队伍 于是先找到了炸弹 然后又邀请了飞镖 如今武力只已经拉满 现在还需要一个智力担当 来破解硬脑的超级大炮 对着杰克一出莫展时 飞镖推验了自己的妹妹 此鸟名为炫武银 纯粹的脑内狂魔 拓了过无数奖项 最为得意的发明 就是一个超级不断绳 在找到炫武银后 猪鸟突击队正式成立 随后 他们来到神鹰的洞穴 在里面商讨着作战计划 可就在这时 一颗冰球从第二降 瞬间碎毁了神鹰的家 在神鹰的帮助下 他们正在逃过一劫 看到碎毁的神鹰山 导迷妹妹都陷入了恐慌中 看到这一幕 结果让大家不要担心 他一定会解决好一切 紧接着 他们从了超级潜水艇 现在老鹰岛出发了 在潜艇里 飞珠带着他们 参观了装备实验室 他把开学家猪博士 交给了小鸟妹认识 猪博士是个武器大师 也玩过很多高科技武器 比如这个隐形喷雾 只要喷在物体上 就会立马隐身 没过多久 他们就抵达了鹰岛 和刚一开门 整个队伍都被冻成了狗 觉得众人准备行动时 神鹰却不愿意去了 他让大家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 比女王是神鹰的未婚妻 两人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可在婚礼当天 神鹰却选择了逃婚 因为他有恐婚证 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 神鹰觉得没脸面对他 于是在说完这些后 便慌忙逃离了这里 在神鹰走后 众人决定伪装成老鹰 然后潜入敌人内部 回到里面的发射器 可杰克宣估认同这个办法 他觉得自己作为队长 大家都应该听他的 但现在众人竟然瞒着他 做出了作战计划 杰克很失落 他决定独自行动 按照自己的计划 从山顶潜入基地内部 看到这一幕 宣伍仪担心杰克 于是选择跟他一起行动 就这样 突击队兵飞两路 杰克和宣伍仪爬上了雪山 抵达了发射器的出口 在潜入基地后 杰克拿出剪刀 准备剪断发射器的电源 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电源居然是微波炉的 哦 不是吧 就在这时 警报城突然响起 他们俩被抓个正着 就这样 杰克两人见到了冰女王 并从他的口中得知 毁灭计划即将开始 就在十分钟之后 两党的居民都会化为灰烬 听到这个消息 杰克很愤怒 大声地吐骂他 可冰女王却毫无在意 他认为这十分钟 已经够岛民撤离了 与同时 伪装小队成功蒙混过关 随理通过了第一层防线 可进入基地内部 还需要一张美卡 于是他们尾随守卫 来到了卫生间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 他们只好假装尿尿 伪装快拿门卡 我拿到了 成功进入基地以后 伪装小队高兴坏了 直接跳起了街舞 经过这一幕 正好被守卫看到 这次情景 他们以为被发现了 可是没想到 守卫也是个街舞爱好者 直接开启了斗舞模式 他好像要跟我们比跳霹雳舞 哦 放马过来 此时的斗舞比赛 已经进入白热化 伪装小队越跳越兴奋 直接把伪装撕开了 现有此时的守卫 还沉迷在跳舞中 现了机会 他们悄悄离开了这里 为了重新进入基地 他们让炸弹引爆自己 成功炸开了基地的墙 还意外就压了 被抓的杰哥和炫武银 看着屏幕上的斗技时 杰哥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独断专行是错误的 于是他推荐炫武银 担任这次任务的总指挥 随后 炫武银制定了作战计划 他决定分头行动 飞越负责解决监控 再来负责吸引守卫 飞出和他的手下 负责改变冰球的轨迹 而炫武银和杰哥 则跳进了冰球里 用跑步的方式控制冰球 他们想要利用冰球 去撞毁敌人的核心装置 可惜他们失败了 核心装置竟然毫发无伤 就在冰女王进行按下发射器时 无敌是因为突然从天而降 他劝说冰女王 放弃这个疯狂的举动 并说自己想通了 想要珍惜这段感情 可冰女王对这个老情人 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 很快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将属于我和我的女儿 好吧 我们的女儿 什么 就在他们吵架的功夫 却勇影响到了一个办法 他让飞镖再发射狗多两边 绑上了超级不断绳 以此来阻止冰蛋的发射 就在这时 冰女王越骂越激动 直接承下了发射键 由于绳子的弹力极限 导致所有的冰蛋 都反弹回了基地内 这次情景终于开始四散而逃 最终冰蛋炸毁了整个基地 而神鹰因为救了女儿 也得到了冰女王的原谅 回到小小岛后 在大家的见证下 神鹰和冰女王结为了夫妻 而杰哥也再次成为了大英雄 可他这一次 并没有独占这份功劳 而是把这份荣耀 分享给了队友们 杰哥也因此 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从此过让了幸福的生活 不使最后 三个鸟蛋终于破壳了 就在这时 一对乔名声突然传来 透过猫眼看去 正是那只被扒了皮的蟒蛇 随后 他们来到沙滩上 在这里进行了人质交换 看到自己的孩子没事 是妈妈解开了儿童座椅 放走了鸟娃娃们 经过这次的事情后 小鸟没发誓 一定要好好保护妹妹 可是下一秒 她虽然是一只狐狸 就干翻了迪士尼的所有王子 不仅长得皮帅 而且还特别会撩妹 你被捕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只狐狸 可以爱得出 你列表里的第三个好友 和你一起看 就在几天之前 动物城里的大象 开了一家雪糕店 每一个都是量大分足 干净又未生 狐狸你可想给他的小儿子 买个大号的冰棍 因为今天是小家伙的生日 可大家却觉得狐狸太狡猾 并不想卖给他 谁能忍心破坏 他小小的梦想了 对吗 我们有权拒绝 向任何动物提供服务 别在这儿挡道行吗 看着小家伙委屈的样子 一只兔子警察走了过来 你的顾客在意 他们吃的饼干和冰激凌上 有鼻涕吗 就这样 在他的帮助下 大象终于答应 卖给尼克大号冰棍 可就在这时 尼克却发现 自己忘记带钱包了 看到小家伙 恋恋不舍的样子 朱迪自套腰包 给尼克的小儿子 买了一个大号冰棍 他叫朱迪 是一名特别有爱心的警察 从小就正义感十足 只要看到小动物被欺负 他都会挺身而出 长大之后 朱迪以第一名的成绩 成功当上了警察 在他来警局上班的时候 区华宴同事们 各个身强体壮 五大三粗 只有他身材娇小 朱迪准备和同事打个招呼 结果 觉得这时 牛局长走了进来 牛局长说 最近有14个动物失踪 并且都是食肉动物 为了赶快破案 每个检员都分到了任务 只有朱迪 因为身材娇小 被牛局长去安排 当交通鞋管 专门负责 给尾章停车贴罚单 不得不说 贴罚单 朱迪还是很有天赋的 仅仅一上午 就开出了200张罚单 到了下午 就出现了前面的那一幕 朱迪帮狐狸买了个大号冰棍 好了 来吃一个白白的吊 可到了下班时间 他再次遇到了狐狸的小儿子 他居然在收集冰棍融化后的糖水 看着对方奇怪的举动 这让朱迪十分疑惑 于是便悄悄跟了上去 准备查个清楚 因为这个镜头 我追了整部电影 这只狐狸不仅又皮又帅 而且和特别会做生意 把一只大号冰棍融化成糖水 然后做成几百个小冰棍 再卖给这些白领精英 成本只要15元的大号冰棍 居然被他卖到了几百元 而且这些小仓鼠吃完之后 扔到垃圾桶里的木棍 也会被他们再次收集 当成红木卖给工地上的老鼠 不知道这么鬼才的商业模式 你没愿意给他长按点赞吗 可朱迪并不甘心 他俩和尼克理论一番 这样的打击 让朱迪十分失落 可就在这时 朱老板跑了过来 他说自己的店被抢了 这让朱迪十分兴奋 拖掉马甲就追了上去 可是狡猾的黄鼠狼 居然跑到了迷你社区 为了抓捕对方 朱迪也追了过去 由于小镇居民全是老鼠 在追逐的过程中 差点就惹出了大灾难 黄鼠狼把甜甜圈 传向朱迪 幸好朱迪及时躲开 对于这些老鼠来说 就是天大的灾难 危机时刻 朱迪直接抱住了甜甜圈 此时的黄鼠狼还想逃跑 结果下一秒 就被朱迪抓住了 可万万没想到 虽然他抓住的罪犯 可牛居长却十分生气 因为一袋洋葱 差点惹出大麻烦 这些不是洋葱 就在这时 水塔太太闯了进来 说自己的丈夫失踪了 牛居长表示 现在警局人手不够 他们会尽快找到她的丈夫 朱迪私自接受这个案子 让牛居长很生气 当水塔太太离开之后 可当牛居长在这打开煤的时候 碰巧遇到了杨副市长 看到杨副市长不停地夸赞朱迪 牛居长没有办法解雇她了 于是就让朱迪 在48小时内破案 这个案子的线索 只有水塔先生 最后出现在监控下的一张照片 借我用一下 谢谢 朱迪居然把瓶子 当发达镜使用 他发现水塔最后出现时 居然在吃爪爪冰棍 也就是说 狐狸尼克在水塔失踪前 曾经见过他 于是朱迪再次找到了尼克 看到对方不配合 朱迪直接把他的婴儿车锁住 原来按照尼克刚才说的话 他一共赚了146万 但他却没有赚那一分钱的税 如果尼克依旧不配合 那就要面临偷税漏税的处罚 怎么着狡猾的狐狸 没办法 尼克只能选择配合 根据线索 他带着朱迪来到了一家养生会馆 这是水塔先生最喜欢来的地方 通过对方提供的线索 他们知道水塔先生 离开这里的时候 上了一辆豪车 并且把车牌号也告诉了他们 现在只要查出车牌的主人 就能找到水塔先生的线索了 于是尼克带着朱迪来到车关锁 想找他的朋友 帮忙查一下车牌 可博伯没想到 尼克口中叫闪电的朋友 居然是树懒 闪电闪电好久不见 见得你真高兴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车树懒 明明很慢 出外号叫闪电嘛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 闪电终于把车牌号全部输入了 可就在这时 尼克居然给闪电讲了个笑话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 他们终于查到了那辆车的信息 水塔被豪车带走了 这辆车在冰川镇 是冰川镇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这才发现 居然已经天黑了 果然 树懒的速度 真是快如闪电 当他们来到冰川镇的时候 已经关没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翻墙进去 很快 他们找到了那辆豪车 进入车内后 他们很快发现 里面到处都是抓痕 甚至还发现了水塔先生的钱包 就在这时 尼克突然发现 这居然是当地黑帮老大 大先生的车 结果刚打开车门 就被两头北极熊堵住了 就这样 他们被抓进车里 去见大先生 你能相信吗 这只小老鼠 居然是当地最大黑帮的老大 老人微风散懒的大先生 眼前的狐狸 曾经把冲用屁股上的毛 做成的毯子 卖给了大先生 这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 大先生的手下听到命令 准备扔进冰窟里冻死 危机时刻 大先生的女儿跑了出来 他一眼认出 眼前的朱棣 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大先生恩怨非明 在得知女儿曾被朱棣救过 不仅放了他们 还提供了水塔先生的消息 原来水塔先生是他家的花匠 在他上班的时候 水塔突然发疯 就像退化成了野兽一样 四处乱抓 司机的右眼也被他抓伤了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 他们来到了大先生的司机家 想问一下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刚要进门 司机居然也发疯了 瞧着他们就扑了过来 两人只能拼命逃跑 他们钻进一个树洞 趁此机会 赶紧打电话给总部寻求帮助 而就在这时 朱棣脚下一滑 差点掉了下去 而另一边 发光的司机扑向了尼克 危机时刻 朱棣用铁链拴住了他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再次发生 两人为了躲避攻击 从桥上掉了下去 信号缠在身上的树藤 救了他们一命 而就在这时 牛久长的救援也赶了过来 朱棣带着局长 去找被拴住的司机 现在无论朱棣如何解释 牛久长都不相信 于是朱棣想让尼克帮他作证 从这件事之后 他们都认可了彼此 尼克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在小的时候 他也曾渴望当一名警察 维护正义 可是等待他的 却被其他动物套上了嘴套 只因为他是食肉动物 这个幼小的尼克 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就在朱棣准备安慰尼克的时候 尼克突然想到 四周全是监控摄像 于是他们找到杨副市长 让他帮忙查看一下 当天的录像 经过查看才发现 发光的司机 居然被两只狼抓走了 通过天空 他们很快找到了 这些狼的基地 可当他们潜入之后 却被这只狼 闻到了气味 趁此机会 朱棣拉着尼克 赶紧跑了进去 通过下水道 他们潜入进去 经过查看 他们在这间房子里 发现了那些失踪的动物 甚至还找到了 一只在寻找的水塔先生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打开 两人赶紧躲藏起来 走近的人 居然是动物城的市长 朱棣赶紧拿出手机 录了下来 电话响起 没过多久 那些大会长就冲了过来 可两人早也没了踪影 原来 朱棣和尼克 跑进了马桶的下水道里 安全逃出之后 朱棣把证据发给了牛局长 得知消息后 牛局长立马派出大部队 逮捕了市长 救出了所有失踪的动物 到了第二天 牛局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而此时的朱棣 拿出一张警察申请表 他想让尼克 成为自己的搭档 而这 也是尼克小时候的梦想 就在这时 牛局长让朱棣上台发言 只有食肉动物会也难话吗 是这样的 跟动物的本性有 有一些关系 听到朱棣的发言 这让尼克难以接受 因为他也是食肉动物 看着被戴上嘴套 那些食肉动物的照片 尼克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他被其他动物排挤 也给自己戴上了嘴套 发言完毕的朱棣 找到了尼克 他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言论 深深地伤害了尼克 看到朱棣下意识地后退 这让尼克十分伤心 随后转身离去 朱棣的言论 引发了动物城的混乱 食肉动物开始被抵制 此时的朱棣也意识到 或许自己真的做错了 此时的阴幕 像不像你女朋友 给你认错的样子 原来朱棣在意识到 伤害了尼克之后 就辞去了警察的职务 当他回到家后 却意外发现 午夜嚎叫居然是一种花 任何动物只要吃下 都会丧失理智 此时的朱棣这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阴谋 于是朱棣再次回到动物城 准备去找尼克 就这样 朱棣找到了尼克 经过一番深情厉害的道歉 尼克也原谅了他 两人再次联手 准备调查这一切的真相 他们找到了上次 偷午夜嚎叫的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十分记仇 就是不告诉他们 就这样 在大言上的帮助下 黄鼠狼终于说出了实情 根据黄鼠狼的线索 他们找到了 供养道格的交易点 来到一列列车车厢里 他们在这里 发现了很多嚎叫花 就在这时 供养道格推门而入 两人赶紧藏在桌子下面 原来供养道格 把这些嚎叫花 放入机器中 然后经过提纯处理后 压倒到这个小球里面 把它当成子弹 安装到特制手枪里 对 我是道格 目标是谁 原来 所有发狂的动物 都是供养道格 对他们发射了嚎叫花子弹 他们拿上证据 准备开着列车去警局 可由于供养道格的破坏 列车被撞翻了 危机时刻 朱迪克尼克赶紧逃了出来 可所有的嚎叫花都被炸得灰飞烟灭 现在唯一的证据 就是尼克手里的武器箱 他们带着证据 火速跑向警察局 结果半路上 却遇到了杨副市长 他让朱迪把证据交给他 可此时的朱迪意识到 杨副市长出现的太过于巧合 并不想把证据交给他 原来杨副市长就是幕后黑手 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却被供养道格 直接撞到了深空里 杨副市长捡起 装有嚎叫花的武器 直接一枪打在了尼克身上 并且沟通了报警电话 他的目的就是让尼克发狂后 杀死朱迪 然后被赶来的警察干掉 而此时发狂的尼克 准备扑向朱迪 万万没想到 尼克根本没有发狂 他们事先就把 花药花的子弹换成了蓝莓 并且把刚才杨副市长说的话 都露了下来 就这样 一切真相大白 警察把这些小杨美都抓了起来 而政府也沿着出了 好料花的解药 发狂的动物们 也都恢复了正常 大家也不再抵制食肉动物 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而我们最爱的尼克 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看完这部电影 大家是不是都成了 尼克的铁杆粉丝 在故事最后 要给大家揭秘一个彩蛋 那就是树懒 为什么外号叫闪电 如果遇到这样的话 一定要注意 其实他是伪装成花的蝎子 紧接着 从又捡起一块石头 然后朝着不远处扔了过去 看到处就这么厉害 兔子当即邀请他 加入自己的冒险团队 这是一个奇怪的兔子 他有的兔子的脸 会长着一双鸡爪子 在十几年前 在外冒险的兔国王子 意外在河边捡到了他 看着他可爱的模样 王子当即决定收养他 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杰哥 随着杰哥的长大 他那奇怪的身体 经常会遭到别人的嘲笑 即便自己的父亲 已经成为了国王 但还是有很多闲言碎语 这样杰哥很伤心 他决定要像父亲那样 成为优秀的探险家 让别人改变对他的看法 于是他参加了 皇家探险队的考核 可由于技术太差 导致他阳相摆出 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关 就因为一个帽子 导致考核失败 所有人都为他感到不值 为了证明自己 他决定找到暗黑藏鼠权杖 这个是连他父亲 都没有完成的冒险 只要找到那个神器 就再也没有人 会嘲笑他了 于是杰哥来到地牢 想要请教他的叔叔拉宾 拉宾曾以谋权篡位 被搬下在了地牢最深处 听到杰哥要寻找权杖 拉宾故意把有关权杖的书 丢在了地上 就在杰哥分离去拿的时候 拉宾趁其不备 撞下了杰哥头上的鸡毛 到了深夜 拉宾用这根鸡毛 打开了监狱的大煤 并带走了所有的囚犯 拉宾准备找到权杖 召唤暗黑仓鼠来抢夺王位 杰哥得知闯下大祸 他决定抢先一步找到权杖 于是他带着好友小龟 踏上了冒险的旅途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酒馆 准备在这里寻找向导 在途中 他们结识了新朋友臭幼 他不仅武功高强 而且还有一个独眉绝技 有了臭幼的加入 杰哥对这次行动充满了信心 臭幼也没有让他失望 一路上 帮他避免了不少危险 就这样 他们开始了寻宝之旅 你以为这是只鸡吗 其实它是一只兔子 就在刚刚 杰哥和伙伴在探险的途中 遭遇了伏击 一群伪装成竹子的小猪 把他们抓了起来 就这样 小猪妹将几人带了回去 一只小猪祖上前 用木棍敲敲杰哥的鸡毛 对这个没见过的品种 感到非常的好奇 就在这时 猪老大出现了 看着面前的三人 猪老大当即决定 把他们送到火山 献进给他们信仰的神灵 而这个神灵 居然是一块形状像猪的石头 随后 小猪妹开始叠落汗 这三人关进笼子里 寻花在了半空中 到了半夜 杰哥看着牢龙的钥匙 就在熟睡的小猪手上 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决定 没法给小猪挠痒 没想到 还真有效果 打着喷嚏的小猪 全都掉了下去 没过多久 小猪妹就堆成了山 趁此机会 杰哥偷走了钥匙 打开牢龙逃了出来 本来影音脱离的危险 可杰哥却也拿回自己的帽子 他不顾同伴的劝阻 悄悄爬上了竹竿 结果一不了心 直接掉了下去 好看猪老大睡着 跟死猪一样 当杰哥拿走帽子时 一只眼睛 正在折钩地看着他 就对杰哥离开时 又一不了心 踩到了小猪的警报器 心虹一层层传过去 瞬间惊醒了猪老大 没过多久 杰哥和仇佑就被包围了 猪老大很生气 决定把他们扔进火山 危机关头 小猪拿起了神灵石头 威胁猪老大放了两人 没办法 猪老大只能妥协 成功救终两人后 小鬼将石头一扔 想要趁机逃跑 猪老大一声令下 无论小猪变换的队形 对着几人穷追不死 猪老大甚至还搬出了大炮 危机时刻 仇佑释放了自己的独眉绝招 无畏何仇佑逃脱了 可杰哥却被困在了原地 赶快来到猪老大 对着杰哥就开了一炮 面对猪老大的炮弹 杰哥根本不放在眼里 在这一刻 杰哥终于找回了自信 无凶无尽的小猪 都成了他的跳板 杰哥成功逃到了同伴身边 看到几人逃走 小猪们非常气愤 不停地对着他们发射飞镖 危机时刻 杰哥用皮片缠到树上 想要挡到深渊对面 最终几人掉了下去 可幸运的是 下面四个水滩 这才让几人躲过一劫 觉得这时 杰哥发现了前方的雪山 而黑暗权杖就在那里 随后三人爬上了雪山 走进了山洞 可刚进去 就触发了里面的机关 墙上的尖刺 慢慢地向他们逼近 几人想要阻止 却发现毫无作用 危机关头 杰哥发现了机关的按钮 几人这才躲过一劫 可还没等几人缓过神来 一个巨大的轮盘 再次向他们袭来 就在这时 杰哥意外看到了墙上的雕像 他似乎在指引着什么 危机关头 他们决定赌一把 看到前方出现的入口 几人锁了进去 历经重重考验 他们终于找到了权杖 然而就在这时 拉宾突然出现 把两个伙伴抓了起来 并逼迫杰哥交出权杖 就对两人僵持的时候 拉宾的手下从背后飞来 一把抓住了权杖 拉宾趁机夺过了权杖 紧接着 他念出咒语 召唤出了数以万计的爱黑仓鼠 随后 拉宾让手下 把三人丢下了深渊 好在他们掉在了冰柱上 这才躲过一集 几人顺利逃出山洞后 就因为如何下山犯了难 就在这时 小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 他生下来就没有壳 而这个龟壳 是过世的叔叔留给他的 就这样 他们使用龟壳 一路滑下了王国 与此同时 拉宾也回到了王国 他通过权杖 召唤出了无数的爱黑仓鼠 占据了王国的每一个角落 而兔子国王 正在被拉宾羞辱 就在这时 杰哥等人及时赶到 小龟带着抽锈牌圣化武器 用一个臭屁 瞬间扭转了战局 杰哥也趁机夺回权杖 结果却发现 权杖已经认主 想要化解这场危机 只能毁掉他 杰哥独独逃到外面 却发现爱黑仓鼠 已经强化成了怪兽 硬生生壮瘦 墙壁闯了进来 听察阳错终 杰哥摔到了当初比赛的场地上 熟悉的关卡 再次出现在眼前 现在的他 不再是当初的菜鸟 杰哥勇敢地冲进关卡 有了翅膀的帮助 他轻松躲过了每一个机关 可就在这时 权杖掉在了吊桥上面 拉宾见状 立马跑上前 在争斗过程中 杰哥失去平衡 掉入下去 拉宾得意地想捡起权杖 结果却发现 有一股力量 正在和他抗衡 原来是杰哥在下面 气息败坏的拉宾 开始用刀砍木桥 结果导致木桥断裂 两人都掉了下去 权杖也掉进了深渊 不易关头 杰哥抓住了叔叔的手 可拉宾非得不感激 反而踩着杰哥的脸 爬了上去 紧接着 他一脚把杰哥踹了下去 可就在这时 绳索突然被烧断 拉宾也掉了下去 一股巨大的能量 从深渊深处喷咽而出 杰哥张开双臂 随着能量飞了上来 与此同时 王国内的暗黑仓鼠 也在逐渐消失 恢复到了从前的模样 而杰哥 从深渊中浴火重生 在天空中 自由自在地翱翔 故事最后 杰哥终于被世人所认可 而他们三人 也成了王国的英雄 没过多久 他们又踏上了 新的冒险之旅 老鼠做的饭 到底能有多好吃 首先清洗双手 再往锅里加入蒜瓣 紧接着 倒入牛奶提鲜 然后放入调料 均匀搅拌 现在大功告成 然而这一切 却被清洁工杰哥看到 老鼠居然会做饭 让他彻底懵了 为了老鼠不被发现 杰哥只能盖住他 看着杰哥拿点汤勺 石老板对师火冒三丈 就对石老板大发雷霆时 这锅汤一被端了出去 石老板被吓坏了 如果被客人投诉 那厨身餐厅的名誉 就要毁于一旦 果不其然 客人在喝完汤后 要求见厨师长 这下玩犊子了 石老板忐忑的走了出去 可没一会儿 石老板又一脸惊恶的 走了进来 原来 那个客人是美食评论家 他非常喜欢这道汤 石老板只好放过了杰哥 并且要求他 三天内再做一次 否则就收拾东西滚蛋 就对这时 石老板发现了老鼠 拿起拖把就要打 回击罐头 杰哥即使把他扣进罐子里 石老板命令杰哥 抓紧把老鼠扔出去 没办法 杰哥只好照做 当他准备把老鼠丢到盒中时 突然有些心软了 就在这时 他意外发现 这只老鼠居然能听懂他的话 于是 他准备和老鼠合作一下 帮助自己再做一次汤 随后 杰哥把老鼠带回了家 还贴心地给他安排了个窝 小米是个厨艺个少的老鼠 曾经的他 住在乡下 他的嗅觉和味觉非常灵敏 刚开始他的老弟还不以为然 但直到这一天 他和嗅觉发现了食物有毒 并且还找到了老鼠药 从此 他就成了食物检验员 虽然是一只老鼠 小米也有自己的原则 他只吃新鲜的食物 绝对不是垃圾堆的食品 这天 他带着各个大壮 流进老奶奶的厨房找吃的 结果从电视上看到 他的偶像厨神 受到美食家的侮辱 承受不出舆论的压力 于是羞愧自杀了 小米看到后 陷入了悲伤中 可就在这时 老奶奶突然醒来 看到家里有老鼠 老奶奶拿出猎枪 就是一对猛事 哥俩吓得疯狂逃窜 一路逃到了吊灯上 老奶奶看准时机 直接就是一枪 结果 老鼠们吓得四散而逃 和小米却背道而驰 他准备带走厨神的书 就因为这个举动 他被族群落在了外面 此时的属群 已经划穿远去 小米在后面拼命地追赶 结果还是和家族走散了 还一不小心 掉进了下水道里 困案的下水道中 小米看着菜谱 只流口水 也许是饿出了幻觉 树上的厨神 居然在和他说话 并且鼓励他去外面看看 小米心动了 他睡着睡觉往上爬 来到了屋顶 这才发现 自己竟然来到了巴黎 而在他的对面 就是厨神 生前留下的餐厅 小米开心坏了 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 在楼顶 他看到了床后的杰哥 为了拯救这锅他 并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你绝对显不到 老鼠也可以当厨神 为了通过考核 杰哥只能找小米帮忙 幸运的是 小米意外发现 可以通过头发控制杰哥 刚开始经常出错 和经过一个晚上的练习 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 杰哥也顺利通过考验 正式成为了助理厨师 但因为一封信的到来 让史老板决定解决掉杰哥 杰哥的母亲去世前 给史老板寄了封信 信中写道 杰哥就是厨神的私生子 这下完蛋了 厨神曾立下遗嘱 在厨神去世的两年内 如果没有找到合法继承人 那么餐厅就由史老板接手 现在距离两年之期 只剩下两周时间了 杰哥的出现 唯一是坏了史老板的好事 与此同时 餐厅出现了新的问题 虽然杰哥做的汤很好喝 但一直喝也会腻 于是客人要求创新菜品 并且指定要杰哥做 史老板一听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立马安排杰哥去做 如果有客人投诉 那就有理由开除他了 这样一来 餐厅就是自己的了 可这么简单的事情 怎么能拦住小老鼠 随后 小米控制着杰哥 在厨房里四处寻找调料 很快就做出了足夹酱料 史老板还等着开除杰哥 结果却让他十分意外 客人对新菜品赞目绝口 订单也越来越多 瞬间这道菜就火了 杰哥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而小米也得到了丰厚的奖励 他终于可以不用再吃垃圾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垃圾堆发出了声响 小米害怕的走进查看 结果却发现 这是老鼠是自己的哥哥 随后 他跟着哥哥回到了族群 看着大家过得很好 小米也放下了心 除霸想让小米留下来 可小米没同意 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 应该为这个社会出一份力 他告别了父亲 回到了厨身餐厅 这天 小米无意间 来到了史老板的办公室 意外发现了遗嘱 正让他惊讶时 史老板走了进来 小米咬着遗嘱就跑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摆脱了史老板 这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史老板的计划也落空了 并且被赶出了除神餐厅 现在的杰哥 继承了父亲的餐厅 也住进了豪华大别墅 还和宝儿谈起了恋爱 一夜之间 他走上了人生巅峰 在继承餐厅之后 杰哥就开始飘了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一点也不谦虚 对小米也只字不提 就在这天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他是美食评论家 一个出了名的毒蛇 此次前来 就是想通知杰哥 他会在明晚 重新考核除神餐厅 原来在不久之前 除神就是因为他的负面评论 才会被气死的 与此同时 小米也和杰哥起了争执 杰哥不仅隐瞒了小米的功劳 还变得很虚伪 这让小米十分反感 可杰哥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还把小米丢到了眉口 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小米很生气 他觉得人类不可信 于是他让哥哥 把整个家族全部叫来 准备让大家饱餐一顿 没过多久 老鼠大军就来到了仓库 分工明确地搬运食物 就对这时 杰哥走了进来 看到厨房的一群老鼠 杰哥很生气 原本他是要找小米道歉的 可没想到 却看到了眼前的一幕 于是拿着扫把 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小米伤心地离开了 到了第二天 没有了小米这个帮手 杰哥根本不会做菜 更糟糕的是 美食评论家也来了 你绝对想不到 这些美食竟然是一群老鼠做的 就在刚刚 美食评论家来到厨身餐厅 并点了一道刁端的菜 知道他必须能同时吃出 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 听到这个要求 杰哥彻底慌了 没了小米的帮助 杰哥什么都做不出来 此时的厨房已经乱做一团 面对众人的逼问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就在这时 小米及时赶到了餐厅 看到有老鼠出现 所有的厨子都拿起了武器 准备消灭老鼠 可小米并没有逃 他知道杰哥会保护他 知道瞒不住了 杰哥决定向大家坦白 众人在得知真相后 都无法接受这种荒唐的事情 纷纷离开了餐厅 就连宝儿也没有留下 此时大厅里全是客人 都在等待着品尝美食 和窗内 确实剩下一人一鼠 人手不够 根本无法做菜 然而就在这时 鼠爸出现了 他还欣赏儿子的勇气 于是决定帮助他 为了保证食物卫生 所有老鼠都得全面消毒 都在办公室的杰哥 看到老鼠都这么努力 肚子瞬间被激发出来 穿上流冰鞋 当起了服务生 在小米的指挥下 老鼠们很快进入状态 都在有条不远的工作着 对了 太多盐 很好 而另一边 宝儿在离开的路上 看到了那本雏神的书 瞬间想起自己对美食的热爱 于是便返回了餐厅 可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着实被恶心到了 但是为了信仰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宝儿的帮助下 很快美食就做好了 随后 急快把这道菜 断到了美食品人家面前 一口下去之后 皮人家瞬间回到童年 这是妈妈的味道 皮人家被彻底征服了 他想要见见厨师长 在所有的客人都走后 皮人家见到了小米 并把他带到了后厨 把真相全部告诉了他 得着真相后 皮人家沉默了 不到家后 皮人家沉思了许久 他还得选择听从内心 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写了一篇美食评论 小米的厨艺 得到了皮人家的认可 并将他公之于众 不出意外的话 餐厅因为卫生不达标 被迫关闭 而美食评论家 也因为这篇文章 被美食协会出名 但在不久后 皮人家又帮助小米 重新开了一家餐厅 每天美国都排满了人 你绝对想不到 拥有九条命的猫咪 到底能有多嚣张 第一次 在豆牛场上撩妹 直接被撞死 第二次 因为吃奶鲜过敏 导致中毒身亡 第三次 喝牛奶喝醉后 从十八楼掉下来 当场摔死 第四次 则是被杠铃砸死 可无论他怎样死去 第二天总能好把窝上的醒来 于是 杰克拼借这个特点 开始行侠仗义 福报安良 可就在这天 一个巨人袭击了村子 他抓走了村民 看到这一幕 杰克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面对被跑而来的巨人 杰克直接投出配件 扎紧了巨人的指甲 梳妆的巨人 直接将他扔飞出去 但杰克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 自己根本不会死 喝完咖啡后 便开始反击 巨人的健壮 简起大摆中 吵着杰克一通乱砸 杰克凭借灵魂的走位 轻松地握了攻击 随后顺着绳索 跳到了巨人的身上 就这样 杰克打败了巨人 再次成为了英雄 结果下一秒 当他再次醒来时 却被医生告知 他已经死了 听到这话 杰克非常不屑 杰克仔细数了数 加上今天刚好八次 这也就意味着 他只剩下了最后一条命 说完 医生还给他 推荐了一个庇护所 但傲娇的杰克 却不以为然 依旧来到酒吧 继续潇洒 而就在这时 就管他蜡烛突然熄灭 伴随着口哨声 一只披着斗篷的狼 突然出现 紧接着 过来拿出宣赏令 指责死亡二次 杰克以为 对手只是一个 不知死活的赏金猎人 便直接练出了配剑 话还没说完 配剑就被击飞了 看到对手并不简单 杰克拔出配剑 没过多久 杰克被按在桌子上摩擦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杰克只能被动挨打 当镰刀划过脑门 现月流亚来的瞬间 杰克第一次感受到恐惧 身上的毛发 也开始炸裂 看着恶狼一步步逼近 脑海中不断闪出 前进式的记忆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输了 最终 他放下尊严 顺着下尾道逃走了 见识到如此 牵他的对手后 杰克也对自己 失去了信心 他拿出医生给的地址 来到了那个庇护所 就这样 他将衣服和尊严 一起埋在了黄土下 最后以一只小猫的身份 来到了屋前 原来医生说的庇护所 居然是一家猫舍 就这样 杰克被好心的老奶奶 收养了 在这里 每天都要和老奶奶 一起洗澡 还要穿上袜子 这样的猫咪 你有没有见过 上厕所要用马桶 想起猫粮难吃 就直接动手煎鱼 但那却遭到了 主人的阻拦 因为在这里 不一定有饲养的猫咪存在 刚开始杰克身为抗拒 但渐渐的 他也被驯服了 习惯了猫粮的味道 可在不久前 杰克还是一代猫侠 拥有几条命的他 从不畏惧死亡 而现在 因为意外 就只剩下一条命 如今也只好过上了 养老的生活 就在这天 宝舍里来了一只 假装成猫的鸡娃娃 你会说话 我也会说话 好不容易 混到会说话的 鸡娃娃一直跟着杰克 想要与他交朋友 但杰克早已对生活 充满了失望 根本没有兴趣搭理他 但鸡娃娃并未放弃 甚至在杰克上厕所时 也跟在他旁边 你回来了 我就没有离开过 可觉得这时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只狼 找到我了 可没想到 床间人的并不是恶狼 而是熊大一家 他们四处寻找杰克 结果在院子里 找到了杰克的坟墓 原来 他们是想雇佣杰克 就盗取一张地图 传说几百年前 一颗学院星 落在了地球上 只要找到他 就可以实验任何愿望 而通往许愿星的道路 就记录在地图里 原来真的存在 听到这些话 杰克兴奋极了 因为只要找到许愿星 就可以重新获得 失去的八条命 最后他吩咐鸡娃娃 挖开了坟墓 换上装备重出江湖 而地图 正在胖夫娃尸手里 他的爱好 就是收集魔法道具 他一直想获得 真正的魔法 而在此时 杰克凭见零娃的走位 来到盒子前 拿到地图后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身后的敌人抢走 原来是宝儿 杰克的前女友 而在此时 就那一家突然赶到 大战一触即发 固然中 杰克把宝儿 在捷娃娃的帮手下 成功逃了出来 杰克几头生智 将尺量的金币踢落 回上来的人群 挡住了追兵 而杰克这时 熟悉的口哨声 再次响起 在人群中 那头恶狼 正在死死地盯着他 快走 走走 随后 杰克跟着地图的指引 来到了黑暗森林 而另一边 胖魔法师为了夺回地图 利用空间带 装走了所有的魔法宝贝 接着他砸了南瓜 越是南瓜车 直接冲动出去 同样 兄那一家人 也跟随着细微 一直追踪着杰克 此时的杰克等人 来到了许愿星的入口 他们也开启了地图 就在这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杰克把手放上去 前面变成了刀山火海 当宝儿将手放上去 前路又变成了 致命毒沼泽 原来 地图会跟进于内心的欲望 反映出不同的道路 而就在这时 七八八触摸到地图 没想到 唯一的森林 立刻变成了五彩缤纷的世界 而这时 敌人也跟着上来 杰克等人 必须要快速前进 可还没走多久 还是被胖胖阿师 和熊那一家 追了上来 大战一触即发 看到地图掉落 杰克刚想去捡 可是下一秒 熟悉的口号声再次响起 回头一看 正是一直在追上他的恶狼 杰克被吓得赶紧逃走 混乱中 今晚女孩拿到了地图 地形瞬间发生了变化 将她们分散起来 被吓坏的杰克 躲在那一棵大树下 终究不能平静 就在这时 七八八找到了她 接着 她又收受了自己的心事 很多年前 她在婚礼上抛弃了宝儿 因此她十分自责 而这些话 刚好被宝儿听到 宝儿也主动上前 原谅了杰克 于是他们决定 一起夺回地图 很快 他们找到了熊那一家 刚想要偷走地图 却被熊那一家发现 还绑架了吉娃娃 可就在这时 杰克按到了地图上 突然 巨大的水星柱 从地下钻出 将她困在的里面 没办法 他们只好并分两路 跑而去救吉娃娃 杰克在想办法逃离这里 可什么想到 杰克在这里 竟然看到了 自己死去的八条命 他们各个狂妄自大 自私自利 仅仅是劝告杰克 让他霸占许愿心 这样就可以 重过九条命 做回猫大侠 而就在这时 追查杰克的恶狼 再次出现 他一边嘲笑杰克的懦弱 一边摧毁着他的前八四 原来恶狼就是死神 其实他早就看不惯 杰克仗着自己有九条命 浪费生命 虚度光阴 所以他现在 要抖走杰克的最后一条命 杰克也被吓得 四处逃窜 当他逃出水晶屋时 宝儿和吉娃娃 也赶来了这里 可杰克因为恐惧 更明不敢停下 看到这一幕 宝儿以为杰克 再次抛弃了他 杰克一路狂背 却误打误撞找到了许愿星 他跳到许愿星上 现在只要许愿望 就会结束这一切 而就在这时 宝儿突然出现打断了他 对于他的行为 宝儿非常失望 说完 宝儿便扔下了地图 而就在这时 胖木马尔士和熊大一家 也赶了过来 所有人都想得到许愿星 场面瞬间发生混乱 所有人都在拼命 抢夺地图 就在这时 许愿星突然飞起 巨大的犀利 就要将熊宝宝吸走 无计关头 熊妈熊妈赶紧上前救援 而此时的女孩 看着眼前的地图 也是十分纠结 但最终 他还在放弃了愿望 选择了家人 另一边 胖木马尔士刚拿到地图 就被宝儿一脚 踹进了空间带 这时 鸡娃娃抢到地图 送到了杰根面前 而就在这时 口哨声再次响起 恶拉回捂着镰刀 再次出现 紫色的火焰 将他们包围起来 很享受追杀你的过程 说完 恶狼丢出配件 捡起来 这一刻 杰根无数的回忆 在脑海中闪过 美好的回忆 也让他重拾了信心 这一次 他不再畏惧 于是丢掉地图 捡起了配件 接受了恶狼的决斗 决斗开始 双方部分伯仲 但重拾信心的杰根 显然更强一些 而恶狼也使出了绝招 他将镰刀合二为一 对着杰根疯狂进攻 危机关头 杰根掏出了宝儿送他的礼物 挡住了致命一击 紧接着 杰根越战越勇 一鼓作气打败了恶狼 点起来 看着杰根坚定的眼神 恶狼却放弃了 因为杰根已经领悟到了 生命的真谛 所以恶狼也就没有了 继续救他的权力 他收起镰刀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随后 杰根将地图交给了宝儿 二人就此兵事前行 没因为事情就此结束 可没想到 划毛二是突然从空间带里 爬了出来 而且变得非常巨大 然后一把抢走了地图 随后 划毛二是正要许愿 而他的愿望 居然是称霸世界 为了阻止他 杰根坚宝儿使出了绝招 电影最后 大家摧毁了地图 然后撤离了这里 而划毛二是因为体型庞大 陷入进了许愿星 成为了一场流星雨 这是一场蚂蚁界的史诗级战争 无数的红蚁将黑蚁巢穴围了起来 他们发射出一颗颗巨石 把黑蚁巢穴砸成了蜂窝 甚至还把插的当成武器 扎进了黑蚁巢穴 紧接着 红蚁又发射出一盒牙签 漫天飞语犹如弓箭 全部扎在了黑蚁巢穴 黑蚁没奋起反击 拿出一盒棉签 砸向宫称的红蚁 紧接着 他们又拿出一盒泡腾片 倒进护城河里 泡腾片遇水融化 形成了坚固的壁垒 他们把胶囊当成石头 全部都倒了下去 最后再砸上一点胡椒粉调味 红蚁没也不甘示弱 将一颗钢猪 狠狠地砸了过去 巢穴瞬间被砸穿 红蚁没彻底怒了 直接用上了黑武器 一个个川天猴并排放好 黑蚁队长拿出一盒火柴 用力地在盒子上摩擦 火柴瞬间被点燃 就这样 他点燃了一个川天猴 然后精准地落在红蚁群 巨大的爆炸 让红蚁没损失惨重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群蚂蚁发动了战争的 就在昨天 一群黑衣外出觅食 队长五月间发现了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装满了方唐 他走进盒子里 浅尝了一口 然后 我的天 这感觉也太上头了 他赶紧叫来兄弟们 将铁盒搬回巢穴里 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来到一处陡坡 蚂蚁没一时没控制好 铁盒直接掉了下去 方唐散落一地 蚂蚁没赶紧将方唐捡回盒子里 可就在这时 突然出现了一只蜥蜴 蚂蚁没吓坏了 飞飞躲在方唐后面 眼看他们就要被发现 危急时刻 盒子里传来一个叫声 蜥蜴以为遇到了怪物 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万万没想到 是这人小瓢虫发出的声音 他利用盒子扩大音量 吓跑了蜥蜴 替蚂蚁没捡了围 为了感谢小瓢虫 蚂蚁队长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就这样 蚂蚁没和小瓢虫上路了 可刚走没多远 又遇上一群红蚁 他们拦住了黑蚁的去路 队长知道他们想要过路费 于是打开盒子 取出一块方唐 放在了红蚁面前 但贪婪的红蚁并不满足 他们想要的是整合方唐 于是紧紧的跟在黑蚁后面 队长发现情况不对 赶紧让兄弟们加快脚步 可速度还是太慢 为了摆逃红蚁的追击 他们只能铤而走险 把盒子当成滑板 顺着下坡滑了下去 红蚁健壮也找到了对侧 他们跑进一个鸭罐里 利用惯性 让罐子滚了起来 就这样 黑蚁没在前面滑 红蚁没在后面滚 结果一表心 全都掉进了小盒里 黑蚁没只好捡起方唐 头部运回巢穴 这是一只非常挑食的蚁后 一颗松果 只能生出一个儿子 为了提高产量 黑蚁队长把方唐献给了他 以后看到方唐一脸疑惑 于是便藏了一口 结果瞎一瞄 这产量 直接看傻了工作人员 隔壁红蚁得着消息后 赶紧通知了以后 一口方唐就生出了几百个儿子 这速度 要不了几天就会超过他们 以后赶紧召集了兄弟们 向黑蚁巢穴进攻 红蚁没倾巢而出 一场蚂蚁间的世界大战 就此展开 红蚁没对黑蚁巢发动猛攻 又松果猛烈撞击大煤 眼看局势无法控制 黑蚁没决定使用大招 他们拿出穿天猴 一个个整齐的摆放 黑蚁队长拿出一盒火柴 但火柴只剩最后一根 没来得及多想 队长绕到背后 看了一眼说明书 然后自信满满地拿起火柴 一顶快速抹杀之后 成功将火柴点燃 他站在巢穴上高举火柴 把红蚁军团吓得连连后退 队长点了一根穿天猴 在空中团圈转圈之后 落在了红蚁群中 红蚁队长怒了 继续对黑蚁发动攻击 而黑蚁的火柴 很快就熄灭了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 就从小杰站了出来 他记得在捡放弹的位置 曾经看到过火柴 于是黑蚁队长叫来兄弟 把一张纸币折成了飞机 在黑蚁的推动下 飞机成功飞了起来 红蚁也没拿出杀虫计 朝小杰的飞机喷射 却被飞机灵活地躲了过去 小杰也成功地冲出了包围 他来到放弹的位置 找到了那盒火柴 就在这时 一只小蜘蛛突然出现 瞧瞧瞧地拿走了火柴 小杰紧随其后 一路跟着小蜘蛛 来到了他的家里 突然 一只蛤蟆沾到了小杰 他想要挣脱束缚 拼命地往里爬 危急时刻抓住了梅坎 蛤蟆还在不断地拉扯 结果下一秒 房子竟然倒了下去 把蛤蟆给砸扁了 而小杰也晕了过去 蜘蛛没有伤害小杰 而是把他放在了床上 当小杰醒来 蜘蛛拿出一颗红浆果 送到了小杰面前 小杰饿急了 直接一口气就给炫了 他跑到火柴面前 拼命地蹦打 小蜘蛛非常大方 把火柴送给了小杰 就这样 小杰踏上了返程的路 在回程的路上 他看见几只苍蝇 正在欺负一只母瓢虫 这几只苍蝇 正在欺负一只母瓢虫 而这一幕 恰好被小杰看到 他决定英雄救美 主动去挑衅苍蝇 然后一个臭屁 绷在了苍蝇脸上 苍蝇气急败坏 紧紧地跟着小杰 而另一边 一只蜘蛛扑好了网 等待着猎物上没 此时的蜘蛛 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苍蝇们对小杰紧追不识 突然 一辆汽车正面驶来 小杰一个蛇皮走位 灵活躲过了汽车 而苍蝇们 却全部撞在了车灯上 小杰成功打败了苍蝇 还赢得了小瓢虫的芳心 但他现在顾不得儿女私情 因为他赶着把火柴送回乙穴 他说如果能平安回来 一定会娶她为妻 另一边 红蝇的攻势丝毫不减 依然猛烈地攻击着黑蝇巢穴 这时 小杰带着火柴 晃晃悠悠地出现在战场 黑蝇没终于看到了希望 队长高兴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紧接着 黑蝇没点燃了火柴 把一个个串天猴送上了天 他们有的在天空中绽放出火花 有的则落到了红蝇军团里 原地爆炸 红蝇没伤亡惨重 只好紧急撤离 最终 黑蝇没赢得了这场胜利 但他们的巢穴也被火焰推没 虽然击碎了敌人 但那无疑是伤敌八百 自损一切 蝇没全部躲进了洞里 此时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时 一辆飞机急驰而来 配拿出大量的水 熄灭了火焰 而他们的巢穴也化成了一滩泥土 蝇没劫后余生 开始了重建家园 而小杰也对见了自己的承诺 回去和小瓢虫结婚生子 在田园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电影至此结束 整部电影没有一句对白 却完美诠释了战争的意义 红蚀军团为了抢夺方唐 不留余力地摧毁黑蚁巢穴 而黑蚁为了自保 选择了破骨沉舟 虽然取得胜利 但自己的家园也化成了一滩泥土 在这场战役中 没有赢家 男孩不小心掉进了鳄鱼池里 一只鳄鱼向他游了过来 不急时刻 训练师及时将鳄鱼控制 眼看小男孩就要溺水 鳄鱼挣脱束缚 潜进了水里 即使把男孩救上了岸 鳄鱼安慰他别害怕 但男孩误以为 鳄鱼是要吃掉他 男孩被父亲救起 而鳄鱼 需要被送到其他地方 尽管心里面十分委屈 但他还是扯出了一抹微笑 跟同伴告别 他是动物园里最底层的动物 因为长相丑陋 又极具危险性 所以不受大家的喜爱 只能配合训练师表演 而最危险的动物 就是这条泰潘蛇 他的一滴毒液 能在十秒内杀死一百个人 虽然他们长相丑陋 但内心都很善良 他们也希望被人类喜欢 就像考劳大漂亮那样 三个保姆照顾生活 被所有人喜欢 装装傻 卖卖萌 就能让人们兴奋不已 甚至还全天24小时 直播考拉的日常 这些动物们受够了区别对待 他们决定离开动物园 回到原始森林 趁着夜色 他们躲过值班的看守 绕过视频监控 还差点成了神花的宵夜 利用自己的优势 爬上了一面高墙 眼看他们就快逃出动物园 考拉却拦住了他们的路 拼命地敲打竹林 想吸引工作人员的注意 无奈之下 小蝎子只好给他来了一针 就这样 他们带着考拉一起上路了 刚跑出动物园 就看到了两座高山 他们高兴坏了 当迷雾逐渐散去 出现的 却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 把鸟窝当成木筏 为了减轻重量 还把鸟蛋扔进了水里 就在这时 一只鲨鱼靠近了他们 他们用力划船 却没有移动丝毫 下一秒 鲨鱼张开了血盆大口 原来鲨鱼 是丑陋动物协会的特工 他经常帮助 从动物园逃离的动物 只要在危机时刻 说出他们的口号 就能帮助他们化险为宜 最终鲨鱼成功的 将他们带上了岸 但考拉却非常嫌弃他们 不想跟他们去原始森林 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他时不时的摆出造型 吸引人类的注意 他是考拉界的大明星 拥有上千万人类粉丝 就连空间站的工作人员 也是他的小迷地 但如今 他就成了过街老鼠 动物园提出公告 说他得了狂犬病 考拉只能一路逃跑 在巷子里找到了同伴 可此时 他们被人类团团围住 危机时刻 动物们喊出了口号 当人们掀开黑布 动物们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 是一群红被蜘蛛救了他们 因为长相丑陋 被人类赶到了下水道里 得知台湾舌 他们要去原始森林 蜘蛛首领带着他们 来到了下水道 追逐喷涌而出 动物们顺着水流 体验了一次奇幻漂流 他们被吹风机吹了起来 强大的锋利 把他们吹到了空中 然后落在了一个铁架上 正好被驯众师杰哥看到 动物们集中生智 走到了贵妇身边 可当他们过马路时 还是被杰哥父子发现 最终 台湾舌带着动物们 爬上了汽车 躲过了杰哥的追击 而他们则被汽车 带到了一所学校里 这时 一段优美的歌声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原来是一只美蛙 在向心仪的女神求爱 台湾舌把他们放了出来 为了感谢台湾舌 美蛙给他们指了一条名路 只要搭上校车 就能回到原始森林 他们爬上车顶 跟着校车来到了森林 享受着大自然的空气 以及免费的自助餐 这当他们享受此刻的安逸时 杰哥带着儿子 驾驶机捕车追了上来 用麻袋枪打晕了考拉 这些动物们 直接掉进了校车里 小大的同学 用棒子攻击他们 司机见状 立马把车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杰哥上车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慢慢靠近 准备抓走这些动物们 危机时刻 一个小女孩 把他们藏了起来 在女孩的帮助下 这才躲过一劫 可没过多久 杰哥又找到了他们 看见太盘蛇被捕 学伙伴们奋不顾身 想要去救他 结果下一秒 却掉进了陷阱里 危机时刻 考拉喊出了口号 这时 三只平头哥 从森林里冲了出来 他们三圈两脚 就把杰哥打得落荒而逃 轻松救下了这些动物们 他们一路上 得到了很多帮助 野猪带他们穿越沙漠 鸭嘴兽带他们 走进森林 在众多动物的帮助下 考拉率先找到了同类 他用蜥蜴 梳了梳毛发 睡眠剃了剃牙 然后花坏的融入进大家庭 而其他动物们 很快也找到了自己的同类 就对这时 杰哥带着大部队赶到 蜥子和蜘蛛他们 被杰哥一网打尽 为了拯救同伴 太盘蛇和考拉 决定正面对抗杰哥 他们拖了一辆消防车 考拉负责控制方向 太盘蛇负责挂挡 没过多久 他们就追上了杰哥 打开消防梯 太盘蛇慢慢靠近同伴 考拉责化身美国队长 与人类正面对抗 最终 他们成功救出了同伴 杰哥用火箭炮攻击他们 一只伞蜥蜴 却挡住了镜头 随后大批动物赶到 杰哥的手下也纷纷团灭 使他们推出了巨大份球 朝着杰哥父子发动了攻击 危机时刻 动物们驾驶消防车 成功救下了他们 但前方就是悬崖 情况实温危险 危机时刻 杰哥挑衅驾驶坐 成功让车停了下来 可却在这时 一颗巨石就将汽车撞了下去 此时的消防梯 就像一个翘翘板 杰哥不敢移动分毫 动物们想在下面塞一些东西 跑让消防梯翘起来 他塞上石头 立马就被粉碎 眼看孩子就要坚持不住 台盘蛇咬住杰哥的户腕 把自己当成绳索 最终 在大家的努力下 杰哥的儿子成功获救 而台盘蛇却移动不动 故事最后 杰哥对动物们放下了执念 而台盘蛇他们也回归了荒野 跟同类生活在一起 像褪皮一样 重获了新生 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和人一样 都是生活在蓝色星球的生物 我们作为这个星球的统治者 更应该努力保护生态 而不是肆意破坏 让动物们濒临灭绝